东汉时期,地后多葬于洛阳芒山,废除了灵异制度,灵寝规模远不及西汉地灵高大。 然而,西汉地灵的银剑如此煞费苦心,却难逃冰火。 今日人们所见西汉地灵,墓种仍高大雄美,地下的墓室内恐怕已是面目全非了。 西汉地灵及其请缘在历史上曾数次被盗毁,灵内一些随葬品和请缘内祭祀品也散失于灵外。 如长陵附近出土的皇后之喜,墓陵内采集的玉雕铺首, 以及魏陵附近发现的玉雄,玉狮,玉碧鞋,玉奔马等。 这些在地灵周围所采集的精美玉器,应属于地灵内随葬之物。 皇后之喜,玉智呈白色,通体晶银,顶雕吃虎行钮。 据传,可能为旅后生前的玉用之宝。 是迄今所知,西汉地后所用玉洗中仅有的一件出土遗物,弥足珍贵。 玉雕铺首,玉制呈苹果绿色,正面雕出一具寿面,双目圆针,长鼻下卷,形象凶猛。 推测,推测它可能是茂陵地宫木门上的装饰品。 玉奔马,玉制呈白色,圆润光滑。 玉马昂首斯民,马尾扬起,如天马行空。 马尚其一仙人,神态自若,乘托出奔马陵云遨游的神姿。 以地灵为中心的复杂而规整的布局,显示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。 在西汉十一座地灵中,以五帝茂陵的威严和气势最为突出。 茂陵,位于京陕西新平东北约九公里的魏北高原上的豆马一带。 东距西安约四十公里。 现经实地看测,林高四十六米,可见茂陵风土堆之大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